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107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新竹市在射箭项目传出佳季 其中复立国中射箭队拿到国中女子组团体赛银牌 随后苏思敏及彭逆展也延续好手感 夺下国中组混双金牌 更完成难得的二连霸 市府教育处体健科表示 国中组混双金牌展开局 虽落后台北市中正国中 第二局战成平手 但最后靠住坚强的心理素质一路逆转胜 最后以5比3成功拿下金牌 顺理由复礼国中完成二连霸 复礼国中射箭队去年在拳中运混双项目 由苏思平及武哲彭夺下金牌 今年则由苏思平的辈美苏思敏及彭逆展接手 一路从八强勇闯到冠军战 并一举拿下金牌 也让复礼国中连续两年在设箭混双项目拿到金牌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全中运 苏思敏及彭逆展感谢教练你大致的指导 还有为选手加油的学校及市府应援团 接下来的个人赛事会在更加努力争取佳季 市府教育处表示 如是到今天 在全中运一拿到三金二银三铜成绩 金牌分别是软网高女团体 捉球国男双打击射箭国中混双 接下来还有拳击射箭 田径等项目 仍会持续有金牌入带 市府应援团也将持续成为选手的后盾 邀请市民一起为逐市选手加油 在闯权中运家计